哈喽 老师好 接下来的主题我们来介绍 NearPod互动式简报 那其实现在很多教学平台 你问我互动性谁最强 NearPod最强 不过现在的时间 大概我们接下来一个多小时 大概没有办法把它讲 百分百完成 YouTube影片我有录 我发现上次我有录 有些地方 那我们先来做直接简介吧 什么是NearPod 简单的说它是什么 简报 影片 活动 还有测验做出来的教学组合包 它可以做很多 这个平台在美国的 评价非常非常的高 这个 那教学亮点 这个 载具可以同时分享 这在说什么呢 跟刚刚我们在做slider一样 老师可以切画面 那NearPod一样 我切换到教学简报 第三页学生的载具 它的网页 它的平板就到第三页 那也许在第四页 我安排有些活动什么的 那可以让学生 可以跟他看 那它的题型 太多了 好多很多很多很多 那当然可以收集学生的回馈的答案 这些一般已经变成了 线上教学平台 几乎是必备工具 那互动类型的设计 各位看一下这个 这NearPod有十种互动的题型 可以让你做设计什么 Time to Clip Open开放性问题 配对的 测验 然后Flip 画图的 合作学习 一起画哦 那这边可以投票 填控 还有记忆测试 这些都可以做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 操作流程在这里 好来 登录这个平台 接下来等一下 老师要汇入简报档 虽然他号称可以汇入PPT跟PDF 不过不建议 花的时间太久了 我们建议老师要把我们的简报 转成JPG 然后再汇上去 会节省很多时间 OK吗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开始加入互动功能 在第几页要做什么 做什么的 交完以后发布简报 那学生呢 一般来说 在美国很多线上平台都是两种 第一个 连到他的网站上面去输入聘码 或者拿QR Code少 就进入教室 所以学生一样 不需要账号密码 就可以执行 跟学生观看分享解报 最后当然都可以做统计分析结果 这个大概大部分的教学平台 都是做这样